这是一个冷水机的操作面 然后正常的话在操作面的一个下方 然后这个门的话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打开门的话 里面是我们的就是整个电路 电路柜 配电柜 然后它那个就是外部的话 从外部然后接上那个380的总电 然后这个是冷水机的那个总空开 这个是电路部分 然后我在那个一般的话 它的那个水路进出水的位置 一般都是在操作面的背面或者两侧 我现在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水路的那个进出水的位置 这个就是冷水机背面的 然后进出水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它这儿都是有标签的 这边呢是一个那个冷水机的冷冻水入口 就是我们这个外部水泵 然后给它的一个冻水 然后往冷水机里边打水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这家客户的那个设备是摆放在4楼的位置 所以它这个水路的话是从那个一楼的位置 然后用水泵打上来的 这个是进水的位置 进水口就是冷却水入 然后在这边的话 这边 然后有一个冷冻水出 这个就是从这个冷水机出来 然后通到我们设备上的水 通过冷水机一个那个冷循环 一般的话它一台冷水机的话是可以供多台 两台或者是多台 然后那个冷却水使用的 所以呢 它这个冷冻水出来以后 可以做三通 然后用这个三通 然后把它这个冷却过的水 然后送给我们的主机 或者是我们那个定型台的那个进水 然后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定型台的进水的话 一般是在这个整个定型台的 然后背向操作面的这个位置 这有一个那个进水口 就打开这个进水口的分板 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那个 是连接我们的进水口的 然后在进水口 然后前方的位置 这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大的这个排水口的这个窗口 然后是从我们的水箱通出来的水 像这个水的话 一般就是直接就是 这个水直接就是排掉了 然后排掉我们的那个 他们客户现场的这个循环水池 然后它通过它的那个水泵 然后再继续的循环的打给冷水机 然后整个一个这个水路的循环过程 像刚刚从那边的那个 冷水机的那个出水的那个位置 因为做了三通 可以看到就是有一条那个系的管路 是通给我们设备主机的 然后它主机的那个回水的话 它直接然后拉了一根管 直接跟我们这个定型台的这个 排水 然后是排在一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水池里边 然后通过管路 直接送给那个 供给那个循环水池了 然后再给我